喔好熱 幹 妳很熱嗎 對 因為我們剛剛笑得太大聲了 笑到全身會發熱 這樣子有比較好嗎 OK啊 我OK啊 你吹你就好 因為你比較 大直 大直 好 那準備囉 好 妳看 欸 妳先看一下review 喔 沒關係吧 就直接 OK啦 好 每周日晚上六點鐘全國廣播FN106 您現在收聽的是百靈國news 所示開禮 This is Ken 我們會用百靈國雙語的方式 與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聞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妳怎麼了 嗯 因為我們剛剛錄了別的東西 我剛剛一直想要講 歡迎回到 但我發現不對 這是第一段 喔 OK OK 對 好 那這禮拜呢 一樣有非常多的聽眾來信給我們 先謝謝大家 然後這禮拜 其實我剛剛在別的片段裡面有講到說 我們有收 有訂閱一個東西 所以我可以收到世界各國的人 給我們在別的iTunes store上面的review 那那邊其實我忘記貼上來 不過我想聊一下 好啊 他是美國的聽眾 然後他說他住在SoCal 所以應該是South California 然後說謝謝我們有陪伴他 這樣子 我說謝謝你 你寫review 我們有看到了 所以不要擔心 還有一個住在墨西哥的 我覺得蠻酷的 他講什麼 similar stuff 所以是挺酷 所以 那歡迎 對 歡迎就是住在各國的人 也可以寫信到我們的IG 百靈國 對 那個我們會比較快看到 對 那個我們會比較快看到 對 你可以寫信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你在那裡也所見所聞 因為對我們來說蠻重要的 對啊 有時候都是我們自己在台灣的想像 而且我們一直說 我們一直說要找國外的朋友來做call in 對啊 可是一直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問了幾個人 發現大家都有點害羞耶 有一個有一個OK了 有一個OK嗎 就土耳其那個 他說OK 方TT 好 好 那就遇到土耳其的新聞 我們就來跟他聯繫一下 嗯 下一次 有一個大土耳其事件的時候 或是你現在有什麼土耳其的事件 你想跟我們分享 真的 這樣我們就希望可以有 全世界的派駐記者的感覺 你說 好不要臉喔 那 那你要不要先分享 第一個你覺得比較有趣的留言呢 好啊 我想要跟就是 就是大家講到就是這個 他說他自己是每集都聽五次的萬華方大同 是因為他唱歌很好聽 還是他長得像方大同 我不知道 還是他有紅豆 我不知道 好他 他有講到很多人其實是為了英語學習 然後聽中立觀點的新聞 天哪他真的誤會很大 但是他最後發現我們雖然很歪 但他也覺得沒有問題 然後他又覺得我們攻擊的底線拿得恰到好處 然後我們很喜歡攻擊別人或自嘲 他真的覺得我們底線拿得恰到好處 謝謝你們 因為Cat最近才在那邊檢討 反省說我都超過那條線 對他很超過 是我們那個平均起來剛剛好啦 好 sorry 對自己說 好不過謝謝 那這個明迪的YouTube那集不會上 因為明迪說他比較害羞 他也沒有準備好要曝光 對對對 那當然我希望 就是當我們達到更多的財務獨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好的這個錄音室 然後有漂亮的YouTube的畫面可以給大家看 謝謝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他是他叫做受不了台灣新聞的蝦妹 然後結果他第一句是說 我是被想學英文騙進來的蝦嗎 所以你自己已經很蝦 對不起 我不是這個故意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謝謝你收聽啦 那他說 他雖然被騙進來 可是被騙得很 很心甘情願 很心甘情願 對所以謝謝你的支持喔 好他說我們是康熙來了 那誰是蔡康勇 是你吧 為什麼 我不是應該是小S嗎 那我 我有那麼像蔡康勇嗎 因為你比較大隻 不過 另外我也要跟大家說就是 大家雖然都說想要學英文然後被騙 然後來到這裡只聽到精精體 就是沒有聽到英文 但其實我們最近放了這個網站 對我們最近做了網站 然後我們把我們每次的中英文講稿 都放進去 可以對照著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的Instagram上面 然後Instagram 我們上面有放我們的網站連結 大家按進去 然後有一個講說中英譯本 你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那希望這樣對於 真的有心想要學英文的人有點幫助 嗯 那我想應該是有限 嗯 還有另外一個聽眾他說 其實聽眾不只是只有蝦妹 其實蝦哥蝦弟很多 喔蝦當然不分性別啦 蝦不分性別 蝦妹是因為妹頂多就是蝦 但男生只要很蝦 最後就會變很蠢很渣 對 這樣可以嗎 對男生是沒有下線的 對男生沒有下線 女生會卡在就蝦而已 什麼卡在蝦 沒有最低就是蝦 那男生更低還有很多層 對沒錯 男生是無下線的 沒錯 無下線的 好謝謝大家 好然後最後一個 這個最後一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什麼 因為最近我們 我們上禮拜不是講了一下屏東的事情嗎 嗯 屏東聽眾的留言 然後我又不小心又diss了一下屏東 嗯 所以屏東有聽眾來留言了 他說他每次從高雄開設到屏東 快到屏東的時候 那個背景雜音突然都會變得特別多 所以Ken說屏東沒訊號 是真的是當頭棒喝啊 哈哈哈哈 我不是那個意思大家不要這樣 不過他說應該就是訊號比較弱啦 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他有說屏東 屏科大有八百位國際學生非常國際 哈哈哈哈 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怎麼會有這麼多啊 八百位 是大家覺得就是屏東離肯定很近 所以大家就申請去那邊 我不知道 你要你要希望CY Fred 可以寫信來告訴我 為什麼屏科大有這麼多國際學生 對我超好奇 屏科大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國際學生 這個數字 放在台北 台灣任何一間應該都算不小 非常非常大 對啊 很了不起耶 謝謝你們這麼International 這個 另外我上禮拜是有說到 就很多老師會跟學生分享TED這件事情 喔對對對 我有看到有一個很有心的老師 對有一個很有心的老師 他在高中任教 他有跟我們解釋 他說其實 就是有非常多現在的老師 尤其是也有很多年輕充滿教學熱誠的老師 他們是很想好好教書的 但是問題是 他說其實 當然以前那個年代沒有這麼多的媒體 可以看到這麼多不同的英文的素材 但他說TED有個最大的好處 是他不會有一些心山色或是暴力的內容 喔就是安全 對是安全的 比新聞還安全 對 其實新聞現在一點也不安全了 所以他說對學生來說 你在不確定每一個人 你教一個大班級 你不知道他的興趣取向 你至少要給他一些不要有誤導的內容 他覺得這是蠻重要的這樣 那所以我們錯了 先道歉一下吧 也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像他這樣很有心的老師 不多 我跟他說你在學校我們被霸凌 哈哈哈 結果呢 結果呢 他說其實還是有一些很有心的老師會支持 你看我就想 所以還是有老師 不喜歡 就是他們覺得 我其實自己的生活就忙不過來了 嗯 我沒有這麼多時間去 針對每個學生去處理 就是我也有聽到 對 一些朋友共同分享 但還是 非常感謝 就是願意多花一點自己的時間 然後教導學生的人 因為我自己 我常常對 就是台灣目前教育的老師 就是我常會有一些偏見言論 其實只是因為我覺得 當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沒有遇到 因為你 我沒有遇到好 這麼多好的老師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遇到的老師 大部分都還OK 除了一些比較 嗯 要收禮物的老師之外 真的假的 對啊以前 我以前不知道是後來 要收什麼禮物 後來我媽講我才知道 你媽都在偷偷塞禮物給老師 不是不是 他說反正 但有些老師就會說 如果你有送禮物的話 怎樣 成績會比較好 老師會比較照顧你 這樣 對啊 小學的時候 可能跟私立小學有關係吧 天啊 可是我想說你私立小學的時候 你薪水應該蠻了不起的 為什麼還要這樣 我不知道 我想那個時代 如果你去外面做生意錢 應該更多啦 老師應該就是死薪水啊 但就是穩定啊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那是正確的 但真的很感謝 我只是聽到 就有一種幻面 那小學說 老師怎麼對我這麼好 然後說 原來原來是有送很多東西 就原來霸掌 那時候 時間到要送這樣 什麼跟什麼 有點難過 欸我真的覺得 因為你說我們想要 分享國際新聞給大家 那其實我們影響到的 其實是我們的聽眾 可是真的會影響到 未來台灣的走向的 其實才是現在在 這些 現場的老師 你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對 Good job 加油 好那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對啊混這麼久了 真的 The United States Commerce Department has received more than 130 applicants from Applications sorry Applications from companies for license to sell US goods to China's Huawei Technology Company three sources said nearly two months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some sales would be allowed 在川普說出 美國可能開放對華為的部分 銷售後過了兩個月 美國至少有超過130家公司 向美國商務部提出申請 試圖取得販賣美國商品 給中國華為的許可證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not yet granted any licenses for sale to the blacklisted company said the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who spoke to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on Reuters sorry I thought it's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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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way I don't know Reuters news agency on conditions of an amenity 熟悉內部程序的人 以匿名的方式 向路透社透露 川普政府至今 仍未發出任何 對華為銷售的許可證 The standstill coincides with mixed messages from Trump 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which have deemed hopes for prompt decision on license applications to sell to Huawei the world's top producer of telecom equipment that has raised the spectr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lost sales for chip makers software companies and others in Huawei US supply chain 在美中貿易戰的局勢之下 川普政府透露出的訊息也不一致 讓大家對開放對華為銷售的希望 仍舊非常渺茫 此僵局讓華為在美的供應商 包括晶片製造、軟體等公司 損失數十億美元 So, I find this really interesting 因為 我們一直以為說 好像可以賣了嘛 對不對 然後結果到現在其實 還是管得非常嚴 再加上 欸,你怎麼了 沒有,我在 因為之後不是這些翻譯都要放到網站上嗎 我現在看到措施覺得想不做 趕快打 那我以為我哪邊打錯了 沒有沒有 but yeah, so I find it interesting 因為我一直以為 會繼續走下去 我其實沒有想到說華為禁令 會卡到現在 因為 真的影響太多企業了對不對 對,尤其是像Google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那些chipmakers 就是賣做那些semi conductors 半導體的也好 然後軟體的也好 其實影響到美國非常多 大公司欸 That's a lot of money on the line Yeah And trauma is just like Don't care Yeah, it's like 我想說快選舉了 Stop it Stop it 對,我真的很驚訝 我只以為他就是 打打嘴炮 然後就差不多了 你看,尤其是前幾個禮拜 他就說 喔,我們原本 要raise tax 有沒有 他就說喔,我delay到Christmas 因為就是Christmas 大家要進貨 讓大家過個好年 之類的那種概念 你記得那個新聞嗎? 記得 結果他講完沒多久之後 他又 在上禮拜 在G7的時候 又說 I raised tax on like 7,000 billion dollars I forgot how much money it was 我以為他已經都已經 把該家都加一加了耶 對,可是他又在加了 因為他是 to retaliate the attack from China 因為中國在上週又 就說 oh,we're gonna raise like 550 billion dollars 真的就是一來一往耶 那所以 川普又回 我就覺得 wow,you guys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你覺得他們 他們就是兩個 大男人主義 已經沒有要談 they're just like showing whose dick is bigger you know they're comparing sizes so it makes no sense now 我覺得 現在他們所有的增加 都有點 非理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你覺得呢? I don't know 雖然說我看得很開心 對,我知道你看得很開心 對,我知道你看得很開心 但我真的覺得 到最後 一定是消費者受傷 一定是消費者受傷 當然我自己也會有點看得很開心 但我本來想說 其實川普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因為 因為大家也在看川普明年的選不選上 yeah 所以我以為他會開始收手了 結果他沒有耶 他到底想要幹嘛 he double down he double down and a lot of people got hurt a lot of people in his in his states got hurt you know the red states yeah so you think that's gonna affect his election result? no I don't think so so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there's no checks and balances anymore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 川普明年 現在看起來的贏面 當然是很大啊 民進黨 不是 你瘋了嗎? 我說民主黨 好,你民主黨現在有二十幾個人嗎? 沒有一個能打的啊 看起來 誰最能打 no one 我自己覺得Bernie Sanders是最接近的 真的嗎? 我覺得Bernie Sanders是唯一站得出來 可是Bernie Sanders是唯一站得出來 對 而且他現在很有錢耶 哈哈哈 有沒有錢 我知道 不干他的事啊 應該說他最從一而終啦 對啊 那 我覺得Bernie Sanders是唯一可以站出來打 可是他站出來還能不能贏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不可能 他站出來 因為Bernie Sanders本來走的路線就是非常左派啊 他這個極左的路線你要怎麼樣對抗 所有川普的右派跟中間 我覺得不可能 你一定還是要走一個比較 大家能接受 大家能接受的一個中間路線才有可能贏啊 但我覺得都不可能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Bernie Sanders有一個誤解 怎麼說 就是一直覺得說他其實是超左左到寶 沒有嗎 其實我聽了他在Joe Rogan podcast上面的interview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左 其實他說的很多事情其實現在政府有很多 美國政府有很多政策已經有非常接近的 那他只是在把他們再多加一點點東西而已 你說It's not too crazy 像全民健保這樣嗎 對對類似全民健保啊或者是說那個 Tuitions Free 他說其實Tuitions Free這件事情 It's not as crazy as people think 他說美國在很久以前其實也有非常接近 成功過做這件事情 而且是全部的民眾都支持的 oh really 對他就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突然又不行了 就像他說全民健保這件事情 在美國1940幾還1950幾年其實有 投票然後都通過過 那不知道為什麼又消失了 他說有可能就是那些 睡客就是那些睡客進來 然後把華盛頓全部的人都買通一遍之後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要改也改不回去了 好 對我覺得他講很有道理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打 對他還是沒有辦法打 誰想要聽他講這麼多道理 I mean I support him I think a lot of things that he said make sense but he's not gonna win 好啦所以明年大概就還是川普啦 對 最後就是一堆瘋子這樣檯面啊 如果明年又是 又是什麼 就是各國有很多的瘋子站上檯面 我想說你到底要講什麼 所以we'll see what happens ok 好啦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oh 好長喔 pfff pfff